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轮 台股的多头气势实在太强太强 这种源源不绝的资金不断倒进来 它让每一次拉回都是最好的买点 昨天台股爆了4,350亿加卷指数的天量 如果加ODC就5,000多亿去 结果最高冲到1,97涨1,97 盘中沙到跌160几点 但最后中场只有小跌个2,30点 但今天不只是把昨天的高点都突破了 而且还大涨了最高涨了269点 一举以后突破到15,252点 目前录影时间12点大概接近50分 大概涨250点左右 大概15,230点左右 就还是在创新高 也代表昨天的大量成功的换手 很多昨天跌下去的 今天马上涨上来 持续是一个大多头的架构 所以我的看法仍然不变 就是认真赚钱 认真赚钱 那一般来说 每年大概会有几个时期 股市通常都会比较好做 比较好赚钱 比较有行情 那圆月行情 大概是全球的股市统计以来 那胜率获胜率通常都是最高的 我相信今年也不例外 因为今年的资金浪潮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台并每天跟疯了一样 盘中都是升值超过四脚 四脚 都突破28来到27.95了 钱涌进来源源不绝 指数自然没有什么 太多的回答空间 所以我们当初就说 14,000不是问题 15,000不是问题 我认为16,000也不是问题 今年涨个几千年都有可能 所以重点还是回归到 你应该要买什么股票 你才能赚到这一波的大行情 你要买什么股票才能赚钱 这才是重点 那我也说你不要去追高 趁着强势股像昨天爆量 拉回一堆沙尾盘 跌得越快 跌得越凶 跌得越深的那种强势股 你去减 很快就会赚 比如说328的金利科 昨天尾盘杀跌停 早盘还一度的掉到182 就马上告诉我的教育成员说 只要你资金OK 你可以去克服权威交割 关20分钟 我总没有办法帮你转钱 你要自己去想办法 但是我就说 这是你最好的机会 你今天不买 后面你不会有这么好的价格 所以盘下最低182 不知道180几块 就陆续都进场 买完之后最高到199 光今天买的就已经赚了不止10块钱 所以还是一样 我们就说你去把握每一次 强势股拉回的买点 而不是说去追涨停板 210220或者230 强势股总是会有震荡 拉回买 比如说12月 抱歉 波段之外 我们会搭配一些短线的操作 比如说普神 上周四涨停板 礼拜五再涨停 抱歉礼拜一再涨停 18块9我们就 获利书新一趟 就出的相当漂亮 坚普城 股价最低16块钱 然后我们是在 上礼拜四出在18块9 几乎是出在最高点 然后短短的五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从14块15到18块9 总共赚了33%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而漂亮 而且非常有效率的 一个礼拜33%赚起来 就三成赚起来 然后钱就可以做下一档 然后以胜 礼拜一涨停 礼拜创高75.5元 然后一样 这是第二趟 全出货率出行 三天时间 从61块8到75块半 赚了13块7 赚了22% 这三天 三天 前面 5 3到6 2 1 2 3 4 四天时间赚了9块钱 赚了17% 所以假设你这边投入100万 做这两趟 两趟 累积赚了是43% 22块7 代表你100万的时间 前后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你就变成140万 完美 完美的操作技巧 同样的卖掉之后 就把钱我们再做下一档 就一档一档来 所以我就说我的操作 就是中长波段 比如经历科或者天狱 天狱今天也非常强势 大概10点15分左右吧 就让人锁住 然后锁住的量 两盘加起来 有大概有 这个是大概3000张左右 3000张左右 抢了不得了 强得不得了 那我们买63到今天147 这已经赚了133% 不过这个等着我们再来谈 所以我会短线的 很灵活的 一两个礼拜做 可能一下子 赚了就走 搭配中长波段的 那种什么一倍的 两倍的经历科 这种两倍的 你就交互搭配的操作 那金科我们就操作很久 从9月份 买在 这边 这一根76块 76块 中间上上下下 90几八几 常常在加码 那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回头 再去跟你一张一张 回头再看 最高冲到233.5元 这样子已经几个月了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 你说一档股票做这么久 但它报酬率超过200% 绝对比你每天冲进冲出 到强大概100倍以上 而且这种强势股 你就算拉回买 比如说12月23号 是本土并利的隔一天 打到跌停板 然后隔天礼拜四 又打到跌停板 但是两续两天尾盘都拉起来 然后有进去买的 其实都算钱 因为礼拜五就涨停了 然后量说一天 开第一 我们169再加码 当天最高179 当天盘下加码 马上赚钱 然后之后涨停板195 涨停板214.5元 涨停板223.5 重点在于涨停板的时候 我都提醒你 你不要去追 你不懂怎么操作 你要来找我 但是你就是千万不要去追 那种创高涨停板 因为活泼的标股 今天他往上快 他往下也快 当你买错位置 蹦蹦 一下子15%28修正回去 你吓都吓死了 那才是你真正应该买的买点一 你吓都吓死 你也不敢再买再加码 或者你已经没有钱了 然后反弹上去 可能你低档已经停损 反弹上去 一解套马上赶紧就卖掉 赶快逃命 后面真的涨三成五成一倍 其实你都赚不到 所以买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不要在涨停板的时候 去追高股票 那创高之后呢 就又拉回整理 那主要是因为关20分钟 所以昨天关20分钟 打到跌停板就189元 所以一下子233.5到189 算199好了 一下子又差了40块钱 所以那个买卖点 你的拿捏非常的重要 那昨天关第一天 我也不急得出手 那结果今天呢 第二天 开盘又掉到182 就请我们教育成员 趁着跌的时候 新会员你没有持股 没有问题 你就是想办法去汇款 去圈存 你趁着盘下买 那有资金的 你可以再做加码 那往往以我的经验 以我们过去操作 那么多大波段的 强势股的经验 就这个时候买最容易赚 而且常常当天就赚 事实也证明 从下面182 买180几块钱 到现在想要价196块 大概今天买的 大概都已经赚了 大概10块钱了 所以好股票就要趁跌 然后今天市芯 市值已经超过450亿了 因为市芯今天股价最高 790元 又不断的再刷新新高的GIL 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450亿 金医科今天市值大概还在130 也就是说市芯的市值 比金医科多200%以上 因为今年市芯 法人普遍就认为说 他要赚个20几块钱 最乐观的 maybe有看到30块钱 那后面我们要再修正 再去调整 但它看起来 今年就20几块钱起跳 然后市场给它本预比是多少 大概是40倍 接近800块钱 金医科市值只有130 只有130 但它今年爆发力 我认为不会输给市芯 因为一来去年的行政电脑 其实去年从 已经认列的权力金的部分 从9月 10月 11月 12月份 每个月营收大概四五千万 我估计权力金认大概八九千万而已 所以光行政电脑的权力金 大概在明年第二季还有蛮多要陆续入账 这是一部分 然后行政电脑的处理器的晶片 第三季如果开始量产 到第四季营收会整个拉上去 这会贡献营收跟获利 所以光这个部分 今年大概就可以赚大概12到13块 后面更厉害的是10奈米的 比如说基地台的 或者server的更高阶制程的订单 那个新的案子 那个千万金可能是 上海1亿美金到1亿8美金 只要拿下任何一个 明年的获利是20块钱几条 所以假设我未来X86 我可以应用的范围比你 四星安膜架构属于更广泛 基地台我也可以用 server我也可以用 我如果获利拉到跟你一样的水准 股本的6亿多 那你觉得未来股价应该税比较高 所以我说从事实的角度来说 金利科未来拉到跟四星差不多的市值 我认为那个是一个趋势方向 所以分满交易股价拉回 它又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又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好股价就是要这样买 不要说一昧的去追高 除非你有那个非常好的操作的技术 亦或是可能你最基本面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你不怕说你追在转线高点 震荡完之后它会再创新高 你心理素质非常好 你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跟非常强的信心 你去追高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你只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是一个小支族上班族 或者是家庭主妇 或者是长辈退休的老人家 你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的技术跟知识 操作上你就是不能去追高 所以我就说 其实要操作精英科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是来找郑老师 我不会带你去追 涨停板创新高的那个时候 但是当市场在说跌停板的时候 我会很兴奋的告诉你 这个是你最好的买点 事实证明最后每次一个礼拜过去之后 大家全部都笑呵呵 因为股价就已经创新高 那为什么我们都会这么有信心 就是因为郑老师长期以来 坚持带大家买的都是金贫股 阿里布达的股票我都不做 我们坚持只买金贫股 这些股票都有最强的毛利率的表现 有最厉害的EPS 最可怕的成长性 或者有最高最高的市占率 或者相对高的市占率 当满足这四大金贫股的指标 那它又有非常漂亮的数字 行情震荡的过程我昨天怎么讲 我说你不用怕 我的股票数字最强 营收最强 获利最强 毛利率最强 成长性最强 那个震荡都只是一时 那个是要打下来给你买的 它都不用怕 而当市场变好的时候 我的股票跑最快 跑最快 昨天尾盘天狱也是跌了6% 今天瞬间拉涨停 因为它们都是最强的金贫股 那我们坚持买的都是这些金贫股 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家书成员 都非常非常的幸福 那科德大法非常好照顾 比如金玉科这波赚了超过两倍 然后天狱赚了超过133% 那个都是倍数在反 那我会怎么照顾大家 我会照顾你的资产 我会明确告诉你说 现在叫做强势的大多头 你就是把它买到满就对了 我会照顾你的选股 带你买的都是让你晚上 可以安心睡觉的 你光是看到它的财报的营收 或者财报的毛利率 或者EPS或者市场 报导它的相关新闻 你就会觉得 郑老师带我买的都是最好的股票 你可以睡得非常的安稳 非常的安心 然后照顾好你的操作 短线操作我也有 普成五天33% 以胜前后两个礼拜两趟 我们赚了43% 更不要说大波段的 最后给你一个最棒的绩效 赚完一档接着下一档 赚完一档接着下一档 当一个多头行情在发酵 涨个一两千两三千点的时候 我们的家族成员 那个财富在滚动 那个常识翻两三倍以上 这是真的不在话下 这都事实 所以家族成员都非常幸福 所以我说 我真的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成为 我们的家族成员 因为全球的股市正进入史上最疯狂的一波资金的大浪潮 现阶段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资金行情它要走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人敢预设立场 预设高顶 台股又在中美的所谓的科技战的角力之中 美国不想用你中国的东西 中国要去美化 所以台湾变成一个最大的受贿 然后防疫又做得好 而基尔面比别人好 资金面又创了历史的新高 早就已经那个 以前是台湾已经淹卡 现在已经淹到你脖子去 所以台股这一波会有太多股票 你会看到就是说 那个创新高会创到你可能不敢想象 去美化浪潮又会推升整个IP股 我认为IP股未来会陆陆续续看到所谓的千金股出现 因为它将是今年最强势的主流 当然你不用挤得去嘴高 可以买的时候我会带着大家买 想做经历科你就跟着我来 那或者是我们卖掉乙胜 卖掉浦城 今天我也早上我也卖掉了创意 那你就开始布局下面的股票 最新元月的新标股 XXX 在天狱狂喷133% 浦城33%赚起来 乙胜43%赚起来之后 那我再准备一档最新的最强标股 最新最强的标股 所以如果说你前面这一边你真的都错过 那这一次你真的不能再缺席 真的不能再缺席 因为全市场大家都知道郑老师的选股是最强最强 我们的绩效确实就是最一流 所以元月份的最新的标股 这一次你不要再缺席 你不要再缺席 那赶快把握新的一年 我回馈给非凡所有观众朋友的超级的大优惠 他有郑老师最大最大的满满的诚意 那感念大家过去这一年多 在疫情发生 行情一度往下杀 然后再拉上来 对郑老师的节目解盘 不离不弃 都不断的收看 不断支持郑老师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合格给大家一个最大的诚意 超级的大优惠 那限时限量近期随时都会结束 欢迎大家马上来电把握这个超级大优惠 我来带着你买 天玉普城以身之后 再一档最强最新的标股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因为大陆去美化是一个国家的战略 它将会造成台湾相关的IP股 迎接最强最强的超级大多头的行情 其中四新股价已经来到了790块 790块 看起来应该很快就会突破800 创意呢 今天找盘最高来到399 那我们先走一趟 先走一趟 因为我很多股票会交叉操作 之一转进找盘还跌到IP 然后买的时候还在盘下平盘附近 就出门前最高拉到505块 大概涨了大概4%多 所以这样子 今天又是现买现转 为什么要买IP呢 因为它跟台积电跟立基合作 3D的记忆体的制程的技术 大概在今年过完年之后 陆续那个量就要放出来 立基电台电都有给产能 然后合作 然后投片产出 IP的授权的业绩 过年之后就准备要大爆发 今年乐观的话 将上看15块钱到20块钱的EPS 那世新 去年赚13块 现在股价已经800 当然今年会赚超过20 所以IP股几乎本益比 只要你算得出EPS的本益比 大概是20倍以上 所以 抱歉是50倍以上 所以这个爱普的部分 我认为股价已经准备要挑战历史新高 准备挑战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会在比如说金星科创意 爱普这些股票里面做一个轮流操作 然后天狱的部分今天是第九根的涨停板 从63块买 中间加码的我都一概略过了 到今天创新高 反正你中间买什么价位全部都赚钱 因为是创历史新高 到14期总共赚了84块 赚了133% 表示你当初买100万 今天变233万 假设你买1000万就变2330万 所以我们这一波的绩效是如此疯狂 今年估计赚20 市值只有244亿 联用市值2300亿 它的市值只有联用大概10%多一点点而已 这个就是后面还有非常巨大的比价的空间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温吞一点的细创 我认为股价我会慢慢上去 因为它市值只有联用的8% 今年也要赚大概20块钱 这个我就没有时间说太多了 更新更新的元月份的新标股 在天狱 浦城跟宇胜之后 在一档最强势的标股 我即将带着大家进场 好好的重压 好好的大满一波 那maybe三五天一两个礼拜 又是一个三成四成的获利 前面三成四成三成四成赚起来 再去赚下一档 其实三次就一倍了 所以错过前面什么天狱普成以胜的 那在一档最新最强标股 这一次你千万不要再缺席 千万不要再缺席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这一次的行情 你不会选股没有关系 我帮你选 你不晓得该怎么操作买什么点没有关系 我帮你挑价位 带你去买像今天盘下经济科 让你常常一满就赚钱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成为我们家族成员 迎接新的一年 回馈给非凡所有的支持我 爱护我的忠实的观众朋友 那我献上满满的诚意 给大家最大最大的超级大优惠 绝对是过去一整年以来 最大的优惠 最大的诚意 那这样的优惠 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成为郑老师的家族成员 那我带你来买 我精挑细选最新的元月份的新标股 那限时限量 近期这个超级大优惠随时都会结束 所以请大家马上来电 把握超级大优惠 带你买最新元月新标股 祝大家说顺利 明天再见 明天见